TCT的结果您只要交给专业的医生去看就行了 它底下会标注未见上皮内病变细胞 就说明它是正常的 如果它要是给你报告 它说是不典型的临庄上皮 或者是说它怀疑是LUSER低度的临庄上皮病变 或者是HOSER就是高度的临庄上皮病变 这个呢就需要您做进一步的检查 一般来讲它写的是未见括号上皮内病变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正常的 一般正常的女性两到五年做一次就可以 如果您是跟HPV一块做的话 就是建议两到五年做一次 如果您是单查的这一项 不做HPV的检查 建议您每年都必须做一次